Perfect预获取 就是把一些后面可能要用到的资源 先给它获取并缓存起来 还是以我们的聊天程序为例 里面有一个选择表情的组件 前几期我们介绍过 为了让它的首页加载的更快 我们是把这个选择表情的组件 给它动态加载了 也就是在具体使用到的时候 就是点击选择表情的按钮的时候 才去加载 但这样加载的话 它会有一个空白的时间 需要用户等待 因为它毕竟还是需要去走网络 使用预加载就可以优化这种体验 我们可以把这个组件 在HTML页面里面给它设置成预加载 这样它会在我们的用户点击这个组件之前 使用这个组件之前 就会把这个组件先加载好 当用户点击这个组件的时候 就可以很快的显示出来这个组件 Perfect的实验原理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其实就是在HTML里面使用另一个标签 然后设置REL属性为perfetch 我们现在一般开发都是使用的Valepark 在Valepark里面 如果要perfetch一个组件的话 只需要在导入组件的时候 也就是import组件的时候 使用Valeparkperfetch为true 这样告诉Valepark 这个组件是需要perfetch的就可以了 Valepark会帮我们自动的 在HTML页面里面添加上连根标签 跟perload一样 perfetch也不是说用的越多越好 如果是有些组件 它压根就有可能用户就根本就用不到 我们也是不需要去perfetch的 因为这样有可能会消耗网能带宽 特别是现在很多用户是使用的手机上网 消耗的流量太多 也就是浪费了用户的钱